哈喽,我是老雷耶 我听说 只能说我听说 我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是在评论里面看到的 有几个人在那说 好像小红书上有个女的 自称在机场碰到了阿福 在机场碰到了阿福 那意思是什么 那意思是阿福润了 真的润了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真的是假的 但是 我觉得也是迟早的事 就是这一段时间肯定会准的 我觉得 不是昨天已经准了 那就是明天的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他都说了嘛 上上的那个视频 不是说想家呀想家呀 你突然很想家 我们都理解 他那个韭菜隔了那么久 隔了那么多 隔呀隔呀 现在是时候对不对 咚就润了 中国就很莫名其妙的 缺少一个阿福了对不对 我们德国呢 多了一个阿福 哎呀 如果是真的昨天润了的话呢 我就很纳闷 那个人他是多么享受呢 知道吗 因为是这样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今天是5月12号 如果是昨天润的话 就是11号对吧 我去看了一下他最近 最近发布的那个视频 是10天之前的在YouTube上 那也就是说大概是5月5月2 对不对 他那期视频里面呢 在大概一分钟半的时候 他说到一些让他很纳闷的事 跟他们住的那东楼有关的 说他们住的那东楼啊 被隔离了已经很久 不让人出门 而且阿福说 怎么一直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阳性 就会有人养了一两个 一直不断 所以说一旦有一个人养了 整个那一栋楼啊 他们都会给他加上14天的 隔离时间不让你出门 而且一直不断的有人养了 我看他那么 或者是我听他那样说 我在想 这个有多么的无奈 对吧 你多么想出门 出门干什么 散步 去吃一些美食啊 或许 但你要知道的是 你在上海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对吧 哪怕你有机票 哪怕你有外国护照 你那东楼 被隔离的话 不让你去机场 对不对 所以说呀 被隔离的很麻烦 如果你现在润的话 他是十天前 发布的那部视频 在那部视频里面说 我们一直阳啊 我们一直有阳性的 一直被隔离 然后昨天按照那个说法 是昨天已经润了 那是多么想润呢 我操 就是 基本上等于好像是 解封了第二天 或者当天就跑了 就润了 对吧 基本逻辑 多么想润呢 你 第一件事 让我 让我 让我那么认 让我想到了 我就觉得你 他们只要给你解封 你立马跑了 那是多么想跑了 第一 第二呢 德国 我不知道是临时馆 还是大使馆 他们搞了一个那种 一个那种活动 一种town hall 就是德国公民 在中国呀 在上海游去 他们可以问一些问题 然后按照 就是大使馆的一些消息 他们会回复 德国大使馆呀 他们说 这段时间呢 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航班 极少 极少 那个是大使馆 或者是临时馆 他们官方的说法 极少 那些票很难买 那些票都是 开始卖明年了 知道吧 因为如此少 我在想 你阿福啊 你那栋楼啊 被隔离 对吧 不让出门 而且也不知道 因为一直不断的 有一些阳性的 所以说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解封 你如果真的是 昨天跑的话 你那个计票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 你是多么想润呢 天价你也买 对不对 因为想润嘛 按照德国大使馆 那个说法呀 你要带上宠物的话 很难 很难 从中国到德国 带上宠物 这段时间呢 很难 我在想 你阿福 你是把你们家狗 留在上海了吗 在那个宠物宾馆呢 还是带上了 如果说留在那了 你可真是打肥 不是吗 就是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会怕 如果说万一 那个宠物宾馆里面的那些人 如果他们养了的话 如果他们被带走的话 那个宠物宾馆是安全的吗 不知道 那可能还是要把他带上 对吧 还是你多么想润 你不管 你觉得我们家狗 留在上海没事 我先润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回来 对吧 我先润了 我们家狗啊 留在那了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如果你把他带走的话 带上的话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多么想润呢 你 按照德国大使馆的那个说法 或者临时馆的说法是 你到了边境啊 德国边境就是口湾海关 他们不会认可你中国那些疫苗 Nope 其实我这样打印号是不对的 它确实是疫苗 就是效率比较低 对吧 但是德国根本不认可 这等于你没有打疫苗 一样的 真的要看大一点 意思就是说 让你做核酸 你那是多么想润呢 不过 你们做核酸 其实也 可能也习惯了 对不对 我老来 我不知道 忘了什么时候 上次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9月份的时候 已经10个月还是什么 9个月没有做 不用做了 基本上 还有一个细节 这个阿富呢 如果真的润了的话呢 你说他能回去吗 很难 对不对 带在国外的中国 哪怕是小粉红 也都知道 你要去中国的话 这段时间很难很难很难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要是润了的话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对吧 你那是多么想润 我挺好奇 我真的挺好奇 他接下来怎么干嘛 在德国介绍一些美食吗 美食 不过 他下一个视频呢 我不知道奇 我已经办法录好了 我们刚来到了德国 这个形状搞得我们都很累的 首先坐飞机要很久的 而且我们到了海关 他们让我们做核酸 看起来德国对新冠 还是不太放心 不过我们总算到了 一方面不想离开中国 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毕竟我们在上海 过得很不错的 从来不确实 一直觉得很安全的 包括我们家人也是 但是另一方面 我是太久没有看到自己爸爸妈妈了 所以还是决定要去德国看看他们 我的家人也是因此很开心的 我妈妈看到我的时候都哭了 感动哭了 她都有点认不出来我 说我减肥如此成功 我爸爸也很感动 我们都很感动 我们准备先休息一段时间 再看看能不能给人拍到一些德国美食 也会继续关注中国和上海 其实我们也是被上海人民感动 上海加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毕竟我们也很想家 想念我们上海的家 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 太想念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也不想让自己变成了他们的负担 给他们填麻烦 反正特别想念 大家最想让我介绍哪一些德国美食 可以跟我说 我们一起加油 保持身体健康 天天快乐 上海加油 中国加油 拜拜 差不多这样 是不是 会不会山寨我 到时候 我自己把自己说的有点感动 看到自己家人那么瘦 多给你吃一些包子 说到包子呢 我还要谢谢你们的包子 对不对 马上 Oliver Oliver 请我吃三个包子 谢谢Oliver 谢谢你 然后Oliver给我的感觉 是一个乐观主义的 Oliver说 老雷 你这个徒步回家梦想 快要实现了 我没有那么乐观 不是说我背观 但是我不敢乐观了 这是19年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12月份的时候 19年那个时候 我在土耳其 那我土耳其呢 我的签证到期了 我要 我要出来 到到另外一个国家 在那边等三个月 但我觉得也没事 对吧 那就等12月份 1月份 2月份呢 3月份可以回去 可以接着土耳 结果呢 武汉那边不是有人咳嗽了吧 两年后 我才回到土耳其 我现在呢 虽然离家里稍微近一点了 我现在在塞尔维亚 对不对 但我觉得如果 如果你跟我说 有一个T-Rex 在我面前出现了 我会质疑 我会说T-Rex呢 恐龙啊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 既然有T-Rex 在我面前出现的 我不会质疑 我会觉得理所当然 当然在我这出现的时候 不在墨西哥 不在非洲 不在亚洲 不在其他地方 在我这儿 你知道吗 我运气那么好 所以说呢 我就慢慢土地补 然后 能走一天 那是好的一天 真的是这样 对 另外那个Oliver说 他很想去 中国西北去看看 看到我的那些游击啊 什么的视频啊 就就 好像有一些灵感了 我希望是这样 Oliver 西北很值得一看 但我希望你要展开眼睛 我希望你去之前 我不知道你哪一个民族的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去之前 你可以学一些 亚神斯斯 Rachmat 如此类的那种词 就是看你去哪里 如果说我刚才说的是那些 维吾尔语的那些什么 你好啊 谢谢啊 什么的 我觉得学一些那种 很基本的那种 就是你好 再见 谢谢啊 那种 别人会觉得被尊重 说尊重 他们会觉得挺好的 就是我不知道 这个道理 或许你都已经知道的 对不对 我不用跟你讲了 我不用在这儿man's plane 就是我希望去旅行 最起码两三个词 我们都学一下 然后都用一下 都有点那种 卖乖 卖可爱 低调一点 谦虚一点 然后那样的话 我觉得旅行可以很 确实很快乐 你到了西北呢 有点特殊 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对不对 Peace Oliver 谢谢 最后就是someone 又是我们那个someone 请我吃了个包子 什么也没说 就请我吃包子 谢谢someone 我呢 我是 我不是昨天说了吗 我怎么去那些 古罗马那些废墟吗 去了 实在是太棒了 真是大爱 今天呢 准备去一个 有一个什么 铜框的一个地方 铜框 当然那个铜框 我看不了 但是 就那个 在那个周围转转 我今天早上呢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我的那个 那个Schwart 有那条蛇呀 我以为 我都离开了那些 有毒蛇的那些地方 你知道吗 就是伊朗啊 中亚啊什么的 我看到蛇呀 我会很小心的 但是我以为到了欧洲啊 能有什么毒蛇吗 那个那条蛇呀 没发生什么事啊 别担心 但是我后来 我不是把它拍下来了吗 我在路边上 碰到了一个老爷爷 我说 你看帮我看一下 这张图片的 这条蛇呀 怎么样 就是我不会 他们那个 塞尔亚语 但是 会点俄语什么的 然后就 就跟他说 那条蛇OK吗 还是不OK吗 然后那个爷爷说 那个 你要小心 小心 那个是一个 我后来 拨到我的那个 Instagram 然后别人也 也也确认了 那个是一个 那个叫啥 Horned Viper 就是有毒的 会死人的那种 不过那条蛇 很乖的 真的很乖 就在那待着 不动啊 等我这些 所有那些活动都完了 然后他也撤了 挺好 我就想运气好 老雷怎样了 死了 惹到蛇了 我操 我不是刚才说的吗 恐龙 他不用说到恐龙啊 蛇就够了 这么小的一个 像屁蛇这样 屁蛇 我把他惹了 我太笨了 我真的不觉得 我自己很聪明 我什么就要 我看你 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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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天